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今天要来讲一个 连马莲姐自己都觉得毛骨悚然的阴谋论 如果你曾经觉得 有一只隐形的手在控制世界 那么这支影片将会是最好的证据 西元2010年5月5日 一位名叫做比尔瑞恩的人 上传了一支长达56分钟的影片 里面提到前阵子 他与一名共计会成员碰面 这名共计会成员告诉比尔 未来18到24个月 共计会将会启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计划的第一步 以色列将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伊朗或中国会被激怒做出反应 不过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 就会停火 此时由于人民害怕 因此在人民的同意下 西方世界将会提高军事预算 这是第二步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 等到万事具备后 就会执行第三步 向中国释放生化 他们会发生一种冠毒的病毒 中国会遇到冰凉 那是他们的语言 中国会遇到冰凉 然后之后 最后会发生一种状态 会发生一种状态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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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看完影片的人都在嘲笑比尔病得不轻 但就在这支影片上传的十年后 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 重点是根据比尔的说法 疫情不是计划的终点 一切才正要开始 而这全与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邦格鲁撒克逊计划 公元五世纪 一支由日尔曼人组成的强大军队 从先经斯堪蒂娜维亚 入侵大布列颠岛 由于日尔曼军队各个身强体壮 因此用不了多久 就顺利取下大布列颠岛的中南部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逐渐站稳脚跟 并在公元六世纪建立起七个王国 史称七国时代 而此时他们为了要区别自己 与其他日尔曼人的不同 还特别为自己取了新的名称 暗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骄傲自大 自视甚高 凭借着天生的嗜血性格 继续扩展领土 西元927年 七国之一的威瑟克斯王国的国王 爱瑟斯坦 统一个个暗格鲁撒克逊王国 建立了英格兰王国 直到1066年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 才终于结束了 暗格鲁撒克逊时代 然而尽管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但暗格鲁撒克逊的后裔仍是存在 他泛指所有祖籍来自英格兰 母语为英语的白人 基本上就是囊括了所有 以英语为主的国家 但现在却很少有人会用这个词语 毕竟暗格鲁撒克逊时代 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当这个词语再次进入公众事业时 竟然成了一个末日计划 比尔瑞恩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大学时期就读布里斯托尔大学 西元1974年 比尔顺利取下了数学 物理学 心理学等三个学位 毕业后 他来到了一间私人企业工作 主要服务的客户是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该公司是英国最大的航天器制造商 专门制造飞机弹药装甲车等的军事武器 是英国及欧洲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根据比尔的说法 在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互动过程中 他意外得知有很多的国家 早就在与外星人接触 甚至还有很多的科技 都是来自外星人的赠语 他对此非常感兴趣 于是西元2005年 已经退休的比尔与合伙人凯瑞卡西迪 共同创立了卡米洛特计划 专门用来揭露那些被政府隐瞒的外星人事件 然而令比尔意外的是 就在计划成立的五年后 他收到了一封奇怪信件 由于这封信没有署名 因此我们暂且称呼他为爆料者吧 爆料者说 我是一名海军的退役人员 从1980年代开始服役 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操控地面雷达 由于我的表现还不错 因此后来被调到了未来海军装备项目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很多一流的军事科技 当时我还为自己能够加入这个团队 感到相当自豪 因为英国的军事科技真的非常先进 直到一次英格兰演习后 我才终于了解 我加入的不是一般的军事单位 爆料者继续说道 那天我们接获指令 来到了苏格兰愤怒角演习 任务内容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通过先进的追踪系统 针对高空目标进行跟踪 而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诡异的地方 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多个飞行器 它以超过200英里的速度进入我的视野 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切换位置 过程之快我完全无法锁定 任务结束以后 我与其他组员被安排进了一间小房间 然后没有多久 一群身穿黑色飞行员制服的人走了进来 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 我很快的就意识到 他们就是刚刚操纵不明飞行器的人 也许是注意到我处在极度的惊讶之中 毕竟刚刚飞行器的科技真的很令我震惊 因此其中一名驾驶开口对我说道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刚刚从上面下来 说这句话的同时 驾驶的手指朝上指了一下 然后下一秒我忽然进入了一种心灵画面 此时我已经不在刚刚的小房间 而是来到了一个圆形飞船的内部 里面的人正在操控飞船 与另一艘大型母舰对接 重点是操控飞船的人不只有人类 甚至还有小灰人 其中一名小灰人还转头看了我一眼 这表示我不是看到他们 而是直接进入了那艘飞船 经由这次经验 我才明白刚刚操控飞机的人 不是来自地球 而我们的政府正在与他们合作 比尔说当时读到这里 他以为这封信就是一封揭露政府 有与外星人合作的信件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封信的价值远不止如此 保留者继续说道 新元1999年我从海军退役 由于我属于知情人士 因此退役后 我被安排进了伦敦金融圈 某机构里担任高级职务 从那时候开始 我便时常会参与一些高级宴会 宴会的参与者 都是世界知名的银行家 政治家及军官 他们时常会讨论各种经济决策 以及世界大事 然后就在一次会议中 我得知了昂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注定改变所有人的一生 根据比尔的说法 由于爆料者在信中揭露了一件末日计划 因此读完信件后 他觉得有必要与爆料者见面 而后来爆料者也同意了 见面的当下比尔有录音 不过碍于保护当事者 比尔只有公布对话的文字党 以下内容为马连姐团队结合了爆料者的信件 见面录音档以及比尔影片的内容 等三个部分的综合资讯 很快的那天到了 我按照指定的时间来到伦敦同意工会参与会议 这次的会议有30人参加 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参与者都是一些台面上就能念出名字的名人 不过很快的我就注意到这次的会议不太一样 其中一名军官开口说 以色列看起来还没有做好准备袭击伊朗 因此我们的计划可能要往后推迟18到24个月 具体时间不能确定 不过按照计划 以色列最终会去挑衅伊朗 逼得伊朗或者是中国做出核武回击 但战事不会扩大 就会停火 以方便我们进行第二步计划 此时全世界会弥漫着对三战到来的恐惧 西方各国会趁势建立集权政府 增强军方及警方的执法权力 以为第三步计划做好准备 而第三步计划就是要释放 类似流感的生化药剂 它会向野火般迅速传播 并攻击人类基因 而中国就是首个会遭受流感袭击的国家 但最终疫情将会扩展到全世界 造成全世界停摆 粮食短缺大规模饥荒出现 当时听到这里比尔非常惊讶 他不解的询问爆料者 为什么会有人要制定这种计划 爆料者回 因为他们想要减少人口 比尔问要减少多少人 至少50%以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再过不久 地球就会发生更大的灾难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不 是一个人类无法阻止的地球灾难 届时世界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幸存 所以为了要维持人类不致灭亡 他们必须要提前制定计划 将人口降至社会精英能够掌控的人数 这些幸存者将会肩负起重建世界的重责大任 而这个计划的名称 就叫做安格鲁·撒克逊计划 顾名思义 这个计划将会制定出一个 由白人英语系主导的新世界 由于爆料者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新世界 这句话引起了比尔的兴趣 于是比尔特别询问爆料者 这些事情是不是和共计会有关 没想到竟然得到爆料者的证实 他甚至提到 其实有很多的政府 已经在为安格鲁·撒克逊计划做好准备 因为爆料者口中的地球灾难曾经发生过 而那一次人类差点灭亡 西元1994年 德国考古学家克拉斯·史密特 在土耳其一处山坡上 发现了一块裸露的石灰岩石块 由于石块明显经过人工切割 一种直觉告诉他 这不是普通的石头 于是他立刻组织了考古队伍进行挖掘 但当时克拉斯想都没有想到 眼前的遗址竟然可以颠覆人类历史 而这就是戈贝克历史证 一直以来学校教导我们 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来自于6000多年前的苏美文明 但克拉斯的发现却驳斥了这点 因为根据放射性探定年显示 戈贝克历史证是在11600年前建成 比古福金字塔提造了6000多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遗址的建造时间 与刚刚爆料者提到的11500年前 地球曾经发生的灾难时间点 非常接近呢 乃不成巨石证与爆料者说的灾难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吗 不止是建造年代久远 戈贝克历史证的占地规模 甚至达到了9万平方公尺 约等于4.5个小巨蛋 整个遗址可能有多达200多根石柱 其中一些已经出土的梯形柱的高度 竟然有5公尺高 重量则是达到了10吨 上面甚至可以看到精美雕刻 但问题是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 当时的人类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他们才刚刚学会磨制石器 哪里来的技术雕刻精美雕塑 甚至还能举起石顿重的巨石呢 不只是以上的问题 随着挖掘不断进行 考古队伍发现 戈贝克历史证竟然有三层 最下面那层是在11600年前建造 最上面那层是在10500年前建造 也就是说这个文明至少存在1000多年 更奇怪的是最古老的巨石镇 却拥有最大的建筑规模 及最先进的雕刻技术 越往后技术越不如前 感觉这个文明是处在倒退阶段 而这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 最底层的遗址建造者 他们又是从哪里获知 如此高超的建造技术呢 难不成人类的历史 不是从苏美文明开始 早在苏美文明之前 地球就曾经存在 更加古老且先进的文明吗 那么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大约在2万多年前 地球曾经处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气候里 直到12800年前 地球因为不明原因 气温忽然骤降 大量的冰川覆盖地表 持续时间长达了1300多年 这就是著名的新鲜女木时期 根据地理学家的说法 新鲜女木时期并不是地球最寒冷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在新鲜女木之前 地球曾经存在一个古老文明 他们科技发达 已经懂得观测天文 建造城市 直到12800年前 新鲜女木发生 全球气温骤降 由于事发突然 人民陷入恐慌 局面一度失控 直到最后 古老文明崩溃瓦解 但在这严冬之中 少数人存活了下来 这些新鲜者 在新鲜女木时期结束以后 回到地表建造了戈备克利时政 而他们建造时政的目的 不是要去缅怀祖先 也不是要去感谢神明 而是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向未来人类发出警告 警告我们 有天这场灾难还会回来 因为有天文学家发现 这些巨石不是随便排列 他们精准对着天狼星 虽然我们以前也有发现 其他的古文明遗址 会朝天狼星排列 但这些遗址都比戈备克利时政 晚上数千年出现 由于天狼星的位置 会不断改变 因此戈备克利时政 才会不断的重新建造 以此来提醒后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期 在戈备克利时政 第一区的43号石柱上 古老文明叙述了他们的遭遇 在石柱的底端 有一个无头人 象征石柱正在传达死亡讯息 有天文学家发现 若是将石柱上的蝎子 对准天蝎座 秃鹰手上的圆圈 则刚好可以与太阳重叠 其余的图腾 也可以对应其他星座 也就是说 这根石柱很有可能是一份星图 而它要传达的讯息是 当有一天天空中的繁星 再次按照星图排列时 灾难就会发生 而这份星图上 记录的灾难发生时间 就是一万三千多年前 这个时间与地理学家认为 新鲜女牧时期的开始时间 非常接近 重点是地理学家还说 新鲜女牧不只是开始的很突然 它结束的也非常迅速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光是格林兰的温度就上升了15度 不过对于温度上升花费的时间 有科学家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在这集影片中 玛琳姐曾经聊到 7月1963年 一位自称任职于美国CIA的灾难地质学家 陈托马斯 曾经在他的著作 《亚当和夏娃》一书中提到 当勒林兰的温度 是在24小时之内 升到摄氏30度 由于温度剧烈上升 导致冰川迅速融化 引发了大洪水侵蚀世界 而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 都有大洪水的传说 而导致这场灾难的原因 就是地磁翻转 其实地磁翻转 已经是主流科学界认可的自然现象 但科学家认为 就算有些地磁真的会翻转 整个过程也需要花上 至少2000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陈托马斯所说的状况 不会发生 但陈托马斯却无法认同 主流科学界的看法 他甚至在书籍中 详细描述灾难发生的过程 并预测地磁翻转 会在未来的7到200年内发生 若以书籍出版的时间来推算 这个时间就会落在 1970到2163年之间 当然现在这些话听起来 会觉得很离谱 但他知道吗 更离谱的是 CIA后来竟然将 这本书列为了机密 直到西元1993年 才终于解密书籍部分内容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CIA将此书列为机密的原因是什么呢 而那些还未解密的书籍 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重点是 在那根画有天蝎座的石柱上 我们还看到了三条象征洪水的蛇 其余的石柱 也不断出现巨浪袭击动物 及动物慌张逃跑的画面 不过以上这一切 会不会有点太离谱 太阴谋论 太天马行空了呢 毕竟如果巨石真的是在描述末日灾难 政府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关于这点 比尔的爆料者 与亚当夏娃的书籍作者 给了一个恐怖的回复 他们认为 政府不说 是因为他们无法阻止灾难 更无法在灾难到来时 拯救所有人 所以他们才会试图隐瞒真相 同时他们也在秘密 为这场灾难做好准备 由于爆料者提到的地球灾难 真的曾经发生过 再加上爆料者的确提前10年 预测了疫情发生的顺序 于是玛丽姐团队决定先假定 如果爆料者说的是真的 疫情真的是人为操纵的 那么会不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呢 然后我们发现 西元2015年 有一位世界精英 在一场大会上预言 人类的下场危机 肯定是由病毒引起的 重点是在新冠病毒手中案例出现的两个月前 比尔盖茨曾经出钱资助纽约举办一场高级别流行病的演习 演习代号为201事件 演习先假设未来会有一种新型人畜共患冠状病毒爆发 该冠状病毒会从蝙蝠传到猪 再传到人类的身上 最终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 导致严重的大流行 虽然模拟的传播路径 与实际新冠病毒发生的路径不同 但他的确提到 最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局面 而且第一年不可能提供疫苗 因此在大流行最初的几个月 病例数会呈指数级增长 直到18个月后大流行趋缓 但疫情始终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以上这场模拟以外 同样是在2019年 美国还曾经在12个州举办赤色传染联合演习 模拟场景预设 中国开始大规模爆发新型流感 而美国首个病例则是出现在芝加哥 最终因其大流行 由于以上两场演习的时机点 离新冠病毒爆发的时间 只差了几个月 使得更多人声信 安格鲁撒克逊计划 认为疫情的发生 自始自终都是一场阴谋 阴谋论的支持者甚至发现 各国政府的确在准备迎接末日 在爆料的过程中 爆料者提到 社会精英早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掌握资料 并深信地球灾难肯定会再发生 而最后一次灾难发生的时间 就在11500年前 当时正值新鲜女牧时期的尾端 地球温度急速上升 引发大洪水侵袭世界 巧的是亚特兰提斯沉没到海里的传说 也是发生在一万一千多年前 而世界各地的确不断发现 大洪水存在过的证据 因此爆料者说 早在1980年代 安格鲁撒克逊计划就已经制定出来 大家先注意1980年这个时间点 因为玛丽姐团队发现 这一年美国的确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建设 在这集影片中 我们提到 西元1980年 美国在科罗拉多州 建造了一座全世界第二大的丹佛国际机场 当时就有人觉得很奇怪 认为丹佛的运输量其实没有那么高 却建了一座世界级的大机场 更惩的是 这座机场里面竟然大辣辣的直接摆上了一个共济会的电机石 上面直接写到 这里是新世界机场委员会出资建造的机场 而机场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 新世界到来之前清理人口的画面 最重要的是 曾经有一位参与机场建设的工人 司徒韦伯爆料 丹佛机场真正的建筑不在地上 而是在地下 因为他就是当年建设地下基地的工程人员 司徒韦伯说 西元1990年 他与其他的工程人员一起参与丹佛机场的地下基地建设 基地建设的工程非常庞大 其中一条通道的宽度竟然有12公尺宽 高度则是达到了16公尺 在机场航站楼的东北地底18公尺处 还有五栋地下建筑 里面存放各式各样的物资 可以容纳1万人生活两个月以上 虽然司徒韦伯说的正正有词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终究没有办法确定 丹佛机场的下方是否建有基地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同样在1980年 美国乔治亚州忽然出现了一座 由6块花岗岩巨石组成的巨石镇 上面有8种语言 而第一行就写着 保持人类5亿以下 与大自然永恒共存 难不成世界精英的计划 不只是要减少50%的人口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将人口控制在5亿人吗 关于这个问题 玛丽姐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根据玛丽姐团队的调查 虽然比尔提到的疫情真的很准 但他在同支影片中曾经明确说到 疫情发生之前 以色列会先对伊朗发动攻击 此事甚至会引发小规模的核武 而很明显的是 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但奇怪的是 就像早知道有些事情不会发生一样 比尔在影片中也有提到 根据爆料者掌握的资讯 虽然昂格鲁撒克逊计划正在执行 但执行者自己也无法肯定 计划的内容一定会成功 因为这些计划是由不同的事件驱动 有些事情必须要先发生 然后下一件事情才会发生 在所有骨牌倒下之前 一切都还有转机 值得高兴的是 就在去年2022年的7月6日 毅历32年的乔治亚引导时 也无预警的被人炸毁 也就是说 若是这些阴谋论真的存在 也有人正在试图阻止它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 根据玛丽姐的预测 明年铁定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好年 世界末日在人类不断反省 爱护自然 尊重和平的情况下 它永远不会发生 如果喜欢我的好片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